记者黄建华高中报道,千金区新田路与仁德街口,今天凌晨发生一起机车和轮椅相撞的车祸,机车张姓女骑士与乘坐轮椅的张姓男子都受伤送医,姓吴大爱,肇事成因正有警方调查中。 新兴警分局自强路派出所12月15日于深夜零时二分取接获报案,新田路与仁德街口发生车祸,警方立即调派驯逻警网前网了解,现场为重机车张姓女骑士,22岁,严新田路西向东执行,与张姓行人乘坐轮椅,54岁,同向执行,双方不知何故于新田路与仁德街口发生碰撞, 治两人双双岛的受伤,现场经警方及消防人员到场协助救护,将双方送大统医院就医治疗,双方均无打碍借为身体错擦伤。 机车张姓女骑士向警方表示应该路段视线昏案,为注意到前方身上轮椅男子而导致发生车祸,现场车祸详细肇事责任,上代警方调查已厘清。